正在禮堂舞台上申請現場 她是中山女高退休的彈性國文老師 學長敦厚以直爽大砲風格 教學生職學生心中 作於英才無數 就連主持人陶晶瑩也曾是她的學生 只是老師不幸遇害身亡消息傳出 讓陶晶瑩聽聞二號悲痛不捨 在臉書發文哀悼 表示譚老師歌姓開朗教學認真幽默風趣 還會唱歌幫學生醒腦 更說到本來有計畫要相約拜訪 沒想到老師竟被外甥殘忍殺害 拿著海報寫著訴求 在台北國教院科綱大會現場外澄清 譚老師常年關心教改以及科綱調整議題 就算是退休後 還是非常關心國文教育發展 經常發表文章出席研套會 也曾受邀到中國演說時常要上媒體版面 在教育界頗有知名度 他不僅熱愛教育也為人良善 就連鄰居都讚譽有加 他都很好笑 主要是不錯的人 他是很熱衷在教育在政治這一塊 他是退而不休那種人嘛 退休國文老師慘遭外甥殺害 家屬親友都非常不捨 陶晶瑩也發文悼念 讓老師認真教育身影有存在 學習生行蹤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今好新聞